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先开经本第二十页 从第一行第三句看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正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六方佛战 这是最后 上方世界 总共给我们列举了十尊的佛名号 来表现本经的毅力 那么我们从前面的五方佛来看 除了东 南 西 贤是三种真实之外 另外 北方诸佛 显示这个法 最不尽的难得 下方诸佛 赞叹这个法的红传 殊胜 到上方世界 这十尊佛名号表现本经的圆满 给我们举了十种圆满 给我们举了十种圆满 上方世界 上方世界 有 泛因佛 泛 请敬的意思 泛因 请敬因 我们在前面 赞叹 有 最圣因佛 那在北方 给我们讲 这一句 名号功德 是最圣因 此地泛因 显示了 念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 这一句名号 是圆满的佛音 圆满 那是信德 自信的开现 那么既然是信德所显 也就是一定是清净 本质具足的 没有一点瑕疑 何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是最圣因 是泛因 是圆满的阴沉呢 他第一属胜的是 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三根普贝呀 特别是对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 听到这犯音 没有不得解脱的 什么人 你曾经听过阿弥陀佛名号 一入耳根 勇为道主 念过阿弥陀佛的人 将来决定蒙佛接音 你一定往生极乐世界 圆成佛道 为什么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圆成佛道呢 就因为这一句阿弥陀佛 借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 用这样的修行方法去感应你自信 你本有的清净心 以于慈悲心 如同夏连居老居士的寄语说的 弥陀教我念弥陀 口念弥陀 想弥陀 阿弥陀佛 他修行的法门 就是教你念阿弥陀佛 念 口念 心想 所谓的万远方向老师念佛 弥陀 弥陀 只念去 你就这样的念 什么时候啊 借着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心清净了 你心慈悲了 清净心于慈悲心 这是开闲信德的密码 信德最开闲啊 那是人人自信本自具足的 无量光无量寿 换一句话说 每一个人自信公德里头 就有阿弥陀佛 而是借着 这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名号 原来弥陀念弥陀啊 这就是犯音 这就是赞叹 这个音声圆满之处 这是从理上来说 从世上修音来说 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法门 能够让一个不能断烦恼的六道凡夫 而能摆脱业力处理六道 只有阿弥陀佛翻译 你念其他佛行 什么佛菩萨名号 都有他的功德里面 但是得到什么功德利益呢 能让你的疗生死处理六道 一切诸佛的名号功德 都得靠你自己自立断烦恼 你要有这样的修音 你才能得属生的果报 可摆在眼前就是的 烦恼我断不了啊 就有这样一个阿弥陀佛法门 只要你肯信肯法愿肯求往生 无需断烦恼 我这个时候 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把我的烦恼习气降服出 那从我平时念佛开始 我就实时训练自己 谁愿消旧夜莫再造信仰 也就是念佛人的警觉特别强 第一个妄想扎念 接着就是阿弥陀佛把它降服下去 要念到有这样的功夫境界 那么你看咱们每一天 你面对多少这些人事物啊 哪一桩人事物 不是叫我们齐心动念的呢 那么问问自己 当自己在齐心动念时 我这个时候还没有行为造作 不过是齐心动念而已 这个时候 能不能使你的清净心 使你的慈悲心做出 或者说稍稍慢一些了 念头不断的起来 起来都是什么念头呢 坦诚痴 自私自利 是非人我 嫉妒障碍的这些妄想扎念 但是呢 照样是还没有付出行动 我还没有去做啊 今天我遇到某人 遇到某一桩事情 听到某一件事 我齐心动念而已 齐忌妒障碍也好啦 或者心里不开心啦 在自己还没有行为造作之前 你的清净心 你的慈悲心起作用吗 只要在我还没有行为造作之前 我还能清净心慈悲心现前 这叫有功夫 虽然比刚才讲的那个 第一个妄念起来 第二个念头就要叫他消灭 是差了一些 但是至少 自己已经不造业了 得利于这一句阿弥陀佛 所以法障比丘阿弥陀佛当年 他想着 我建立着极乐世界 那极乐世界那么好啊 那么我就是要解决 眼前六道这些忠下根性 不能断烦恼反复 那他又不能断烦恼的话 他来到我的极乐世界 那我的极乐世界 再怎么清净庄严 还不是照样是让他们给糟蹋了呀 那有用吗 那就不能叫极乐了 所以他发明 你就念我的名号 阿弥陀佛的名号里头 他就教你 如何开显你的寂静心与慈悲心 虽然这不叫断 但是至少是福 福反嘛 所以念佛人今天起 时时要照自己啊 这奇心动念是非人 我贪嗔痴慢 嫉妒障碍 这个时候 我有没有把它转这个能力 转 能转即不低啊 不能转就变成烦恼了 烦恼再一控制 那就遭遇了 所以奇心动念念佛人啊 每一天这个时候 都要有警觉心 我们的警觉心总是要等起了烦恼 如果造了业以后 才来发觉自己错了呢 慢了 那怎么办呢 佛叫我们 弥陀佛弥陀 弥陀佛弥陀直念去啊 你要可能相信老师的话 记住 记住 起烦恼的时候 你还记得念佛吗 你今天跟人家发生了口角 或者你今天受了什么委屈了 起了烦恼了 同学常常回来说 师父 我今天起烦恼了 那我问你 下一句话就应该是 我有没有念佛 那么就位 以后 如果你还能知道 师父 我起烦恼了 但是 我懂得念佛 那就对了 如果我起了烦恼了 一直都被自己的烦恼习气所转 那什么时候起烦恼了 今天早上 远往了 现在都傍晚了 你今天早上起的烦恼都还留到现在 都过了大半天了 师父我起了烦恼了 什么时候起到今天早上 但是吃完早餐了 我就没烦恼 为什么 我念阿弥陀佛 所以以后大家记住 当你起烦恼的时候 你有没有记得念佛 哪怕你受了委屈 被谁气得都快吐血了 转身就走 走到哪儿 去到念佛堂 或者回到疗房去 回到家里去 然后对着佛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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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念多少身阿弥陀佛 才把你的那个血没有喷出来 那关键之在于 这烦恼习气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不是跑哪儿去了 这才是我们可怜之处啊 可摆在眼前佛告诉你 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功德叫 我犯阴圆满的清净阴神 你念了 降伏你的烦恼的清净心 你念了 脱开心量 让你以广大心 你这个时候再回来看 刚才惹我生气的这个人 这一种事情 都是我的善知识 我今天是还债啊 那你说 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就能开闲我们的信德 让你得清净心的功德 帮助我们打开心量 这是修音啊 你每一天能够有这样的修音 你每一天在累积资粮啊 这资粮累积的够 你命中的时候 善根福的因缘 你才由善知良俱足得以往生 你说平时 拉开大上门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就算从早年到晚 但是一辈子都没有什么叫清净心 什么叫大行量 仍然是被自己的我吃 被自己的情吃 被自己的贪嗔吃 被自己的烦恼吸气口吃 你到灵命中啊 总是一场空 什么质量都没有 你没有得到 泛因佛圆满的功德 你虽然念阿弥陀佛 但是你没能得到这一身 泛因的功德 那么你说 你本来是不能了生死的 今天不就是因为遇到阿弥陀佛吗 遇到阿弥陀佛 我们又肯死心塌地念着一句泛因 何止了生死 车轮回 连圆程佛道我都得到了 所以赞叹这罪圣因 这一句名号是最圆满的音声 这是泛因佛赞叹的圆满 第二 秀王佛 秀 信秀王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信秀 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那为什么说极乐世界是秀王 是一切诸佛国土里头最难得殊胜的呢 因为只有这个世界能够让六道凡夫 三根仆被立顿全首 这西方极乐世界的风光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无量寿经》讲得更圆满 阿弥陀佛大愿所加持所成就 加持成就了以后 在于四十八月 结阴众生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本经一开端就告诉你 有世界叫极乐 那世界何其多 你说释放诸佛的法信徒 咱们本师释迦牟尼佛 难道没有净土吗 也有啊 方便有余土 石宝状岩土 长极光净土 这些都是净土啊 除了凡圣同居土 那个比较差一些 但是 西方极乐世界 他的净土是 一切圆容啊 《华原经》上说的 一生一切生 什么意思呢 我往生极乐世界 不管我生哪一土 我生最低的凡圣同居土 虽然生凡圣同居土 上山土 我都能够得到 所以本经采设了 在极乐世界 你才能够叫 诸上山人聚会一处 上山之人是谁啊 霸菩萨 这些等觉菩萨叫上山之人啊 我生到极乐世界 这些一瓶烦恼都没有断大业往生 下下瓶往生 仍然还是诸上山人聚会一处 凭什么 阿弥陀佛本认为神力加持 佛这一加持 皆作阿批八支 都是大菩萨的境界 论佛力加持 至少这八地菩萨 地上菩萨了 叫圣啊 如果你在前面三十个位置 那还只叫贤 不能叫圣 那么这些阿弥陀佛大愿加持 那么因为我们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永远都已经是浮烦恼的了 心情经 不可能还会起烦恼吸气 心是震报 一个把烦恼吸气完全降伏住的这个心 正能量啊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发出来的每一个讯息 都跟诸佛没有分别 诸佛清静心 我也清静心 自信清静 你所感得周遭的法界 也是清静啊 虽然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这是他老人家四十八愿所成就的 但是 因为他发明了这样大业往生 而又得到大愿力加持 你永远不可能再起烦恼的 这样殊胜修阴 你在极乐世界永远得清静心 得慈悲心 才不会把人家的极乐世界给弄脏了 所以我们在极乐世界 越是越多的人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 那不是等于是 更多清静心现前吗 清静心是震报啊 极乐世界还叫以报啊 阿弥陀佛的以报 再加上咱们往生人的以报 换一句话说 越多人往生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永远都是清静状言 也不会有人满为患的这种担心 那你说 这样最极殊胜的国土 那不是长极光净土诸佛 十报庄严土里头大菩萨们 所享有 连咱们这些大业往生的凡夫 我们照样能够得到极乐世界的庄严 这样的国土到哪儿去找啊 诸佛国土好 你跟诸佛缘好 但是你要靠自己的本领断烦恼 你要烦恼断不了的话 人家好跟你什么关系 阿弥陀佛好 极乐世界好 求往生去往生的条件更好 浮烦恼 我这一生什么禅定功夫都没有 就这一句阿弥陀佛 古德给我们讲念佛的 使尽透心 什么叫透心呢 念佛人永远都有的这一种 敷衍色者的心 哎呀佛好一念多了 就开始给自己借口理由了 要少一点了 这就叫透心 把你的这些习气去掉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永远叫不够 要常常有这种不够的心啊 所以对于累积之良念佛求往生 你才能实时保持住 这一颗菩提心永远都是新鲜的 我看你今天念佛已经念很多了 都几万身不够 为什么不够呢 还扶不住我的烦恼吸气啊 所以这叫使尽透心 不过是这样的念佛累积之良而已 什么断烦恼 什么功夫 境界 禅定 统统都没有 你说佛给我们的这种要求 这是他方诸佛所没有的 想必这样的简单的修行方法 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不如人家 那就错了 善导大师给我们讲的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之所以成就快 他一句话就解释得非常明了 总在欲缘的不同 什么意思呢 咱们在西方极乐世界 通通都是好远 远好 何止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呢 更重要的是 你在极乐世界 随时都能听佛说法 这听佛说法就重要了 大方国土 你要闷犹身在有佛 你要闷犹身在正法 你怎么个听法呀 好比咱们今天也身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 你现在要听佛法就难了 可在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天天给你讲经说法 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有情众生说法 无情众生说法 整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异报环境 让咱们六根接触到这六成境界 眼见色耳闻沉鼻秀香 通通都是增长我们的善根 这个是谁 这样子 一切时一切处 让你永远都在岛上 随时都能到他方诸佛国土去供佛 供佛也是天经文法呀 这就是极乐世界最殊胜之处 如果不是的话 你要没有修到一定功夫的话 怎么可能到他方去供养诸佛呢 但是你看今天我什么功夫都没有 但阿弥陀佛加持借助阿弥悦之 我就可以随时到他方去供养佛 因为实时处处能够听经文法 掌揚善根 这就是缘最殊胜之处 整个极乐世界 正报装颜 以报装颜 没有一法不装颜 所以说无忧众苦 把我们一个生死凡夫 把你丢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 那还真叫你不成就啊 那就怪事啊 我们这才稍稍体会到 善导大师所谓的总在欲人之不同 六道说破就没有这个好人啊 你今天连想找个善知识 能找三无个好同餐 恐怕你都找不到 那找不到不能怪人 自己福报不够 自己向道的心不够 每一天面对多少让咱们起烦恼 人生不如一世 这也不要怪别人 要没有前世的业意 哪来今生的果报 你还在这个六道说破里头 果报一旦现前 你就得认真的去面对 那你看 阿丹就面对这个世间的这些不如一世 哪还有心情哪还有时间 让我安下心来老实念佛了 所以这六道说破啊 所以这六道说破啊 还叫总在欲缘的不同啊 我们的就在恶缘啊 那外头财色名利的诱惑 内心贪嗔痴慢的赤身 那真正叫内忧外患 你又有道心啊 稍稍定的一点心 想要念佛想要求往生 你说 魔王放得了你吗 怨情再主饶得了我们吗 烦恼习气业障一线前的时候 连自己能说明白的这些道理 还不是照样通通都扔到垃圾桶去 一点作用都没有 所以才说你在这六道说破 你说你遇到这样的缘的话 你怎么能够成就 换个地方呗 我们天天在抱怨 哎呀我在这个六道修的无量结果都不能断烦恼 释迦牟尼佛就把咱们保送到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去 你今天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再皈依阿弥陀佛 你皈依阿弥陀佛跟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没有差别 因为本师释迦牟尼佛叫我们修慈悲心修清净心 阿弥陀佛也是叫我们修清净心修慈悲心 那个方法一样 但是本师的清净心跟慈悲心是要断 你断不了烦恼你出不了六道 阿弥陀佛的清净心慈悲心 你要能辅助你的贪嗔痴 灵终最后一念 以清净心向无量寿 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这就是他的成立 所以缘不同了 我们今天就在这六道娑婆这样的密缘里头 我们要能站得住脚 为什么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给我们讲的这种以报 罪集庄严那么好 这样的一个殊胜国土 是我唯一的归宿 这才是真正我的亲太故乡 我要回家 秀王佛 赞叹这极乐国土 使一切佛刹里头 王 这样的一个表现 不为过 等我们把诸佛国土来比较 乃至于八万四千法门来做个比较 这赞叹阿弥陀佛 是光众极尊 是佛众之王 不为过 是三世诸佛里头的第一 不为过 他所建立的这西方极乐世界 随时等着我们这些不能断烦恼的凡处 大业往上 这样似土圆融的国土 超生一切诸佛国土 这叫秀王佛 赞叹了妙印 赞叹了国土 接着就要赞叹 求往生的方法 向上佛 向光佛 向上 跟向光 这两个相 自信的 戒定真相 什么叫戒定真相呢 你自信本有的功德 今天 以戒 以定 以会 让我们的解脱 让我们的解脱之间 能大使唐经里头的五分法身相 而这个这样 不是外来的 还叫人人本具 顾顾不误 名称不一样而已 想上呢 最上等的想 那就是戒定真相 就是我们的心得 如何得开闲自己的心得呢 修得由功 信得方现 修的是什么 戒定会 相光 光表智慧 我这个自信的功德开闲 要能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 所以 相上佛 赞叹这个法门 大定 相光佛赞叹这个法门 大智慧 大智慧 利益众生 而且圆满 无量寿经上 所谓的 定更会 在自己修行的境界上 在自己修行的境界上 必须是 以定会力来降服摩日 那你说 在度众生又何尝不是定会等词啊 这个法门 上等的相啊 等于是 这个修行的方法 是最好的界定会 三无漏血 第一 一定给你讲 射行 那么净土法门的射行 最殊胜不过的 那就是大师之菩萨教我们的 六根 你要六根都按住在这一句 阿弥陀佛名号功德里头 这就是射行啊 正在念佛时 这六根完全都按住 正在念佛的时候 你什么妄想杂念都没有 为什么主师大德说 念佛时就是成佛时呢 你正在念佛的时候你成佛了吗 没有 所谓念佛的时候就是你成佛时 你 当你这一句名号 念到清净心献前 慈悲心献前 你这一念佛 就一念觉 念念佛 叫念念觉 觉就是佛呀 但是这个不是八相成道的这个佛 念佛时就是成佛时 当你一念清净心献前的时候 就是你觉的时候 可我们反复就是 第二念又不见了 所以你一定要从摄心学起 四种念佛里头 主师大德提倡我们的 持您念佛 支持这一句名号 这最契合我们今天的更新 所以我们今天念这阿弥陀佛 不管你大声念小声念 你要念快的你要念慢的 你要念六字你要念四字 所以没有说哪个才真正叫做念佛 耳朵专心听是重点 借着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源通 契合咱们颜伏提众生的更新 我们今天耳朵专听自己念的佛音声 这佛音是犯音啊 是罪圣音啊 那我今天嘴 我的舌 舌根 我舌根 赞叹阿弥陀佛 那你就念佛 舌根赞叹阿弥陀佛 我用耳根来吸收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 自念自听啊 为什么要自念自听呢 自己听自己的叫永远最好听 人家嫌我的声音好像破罗声音一样 但是我仔细给他一听 虽然不怎么好听 但是还可以还不错了 如果你那把声音拿去给人家去念 我告诉你死的人都可以给你念佛上来 但是给自己听的时候我觉得不怎么样 还可以 那如果叫你去听别人的声音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为什么要你自念自听 当你自己正在念的时候 你设心 所以咱们念佛的时候一定要专注 自证强缘 自证 法音尽量要求准确 那不管你阿弥陀佛也好 阿弥陀佛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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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阿弥 要怎么阿弥陀佛也好 但是呢 要自发音 要求正确 为什么 因为你念出来的声音是要供养你的耳朵的 如果你念出来的佛声永远都是模糊不清的话 那不是委屈了你的耳朵了吗 你那耳朵听到阿弥陀佛永远都是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 所以念佛要求自证 那么至于腔缘呢 不管你是用唱的还是你是用读的你是用念的 没有一定 你说没有音乐细胞 我在唱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看他无音不全唱的荒腔轴板 但是你看他越唱越大声 有吗 我有乱乱唱吗 我耳朵自己听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听 这就是为什么叫你自念自听 共修的时候 如果人家不喜欢听我的声音 我就小声一点念 你喜欢大声念对不对 回到家里关起房间门的时候 你爱怎么喊你就喊呗 所以大声念也好小声念也好 还是心中默念也好 这都要讲求条件的呀 你不要没有选择的地方 胡乱的就大声念 该大声你不大声 该不出声的时候你就乱出声 念佛堂 你念佛堂你就出声念 但是无需要大声 但是无需要大声 为什么佛号意意出口路而骂 家里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喊的都可以 人多的时候 或者家里的人不喜欢听到佛号的时候 我小声念我默念 那个功德是一样的呀 不管你大声小声 耳朵听 耳朵要能听到你舍心 所谓舍心 我耳朵听到的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以外 其他没有任何的妄想杂念 这叫舍心 妄念都哪去了 我也不知道 我不理会 你还要再去理会你的妄念 那就错了 念佛绝不求得清净心 他有着求的心就错了 念佛念到起烦恼 不管他 烦恼由他来 你来呗 我这句名号照念 照听 我就专注在念我的阿弥陀佛 全听我的阿弥陀佛 因为我要舍心 那么当你舍心的时候 妄想杂念 他自然是要求 没有了 你才能达到这个功夫 所以我们正在念佛 佛号一语出口入耳的时候 什么都不要求 什么都不要去想 你就专心听 但是给主位说 专心听难啊 就是因为你要专心听 就好像有一股力量跟你对抗 叫你不要专心 你要一专心的时候 那个妄念 排山倒海那么多的来 怎么办 这叫正常现象 每个人都一样 不要理会他 我照就是佛号一语出口 你就这样的训练 半年三个月 你就能看到效果 什么效果 稍稍的能够 专心听自己的名号 而当一专心的时候 你耳朵只听到自己的声音 你在念佛堂打过气 你说维诺的声音够大声吧 旁边后面那几个 叫罗打鼓的 够难听的吧 但是当我听到射心的时候 我耳朵只听到 我自己念的阿弥陀佛 而且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那你说师父 旁边 后面 维诺的那支麦克风 那么大的声音 不可能你 没听到吧 听到 虽然听到 但是 没有障碍我 自念自听 换一句话说 还是有维诺的声音 还是有 这些荒腔走板的声音 但是这些杂音 并不因此 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你这个时候 真的能够射心 能够自念自听 你所听的 清清楚楚 完全是自己的声音 完全是自己唱的阿弥陀佛 这要训练的呀 所以我为什么常常鼓励同学 特别是初学的同学 你如果还没有达到这种自念自听境界的时候 我常常要求你 一初神一念 我看到好多同学 初学念佛 我 像嘴巴 咬着黄金 怕一开口黄金就掉了的 就是不愿意开口 为什么我要求自证强远 要求你 念唱的时候 一定要唱得清晰 就是让你耳朵听进去 比较舍心 这是初学 不愿意 到你这个通福境界慢慢提升 你即便是没有开神念 我心中默念 你再用你的耳朵 听你心中默念的阿弥陀佛 你听听看有没有声音 有 对了 如果你说一不念就没有了 那你还没达到这个功夫 功夫境界再提升 我莫念 也有维诺的声音 也有荒腔走板的声音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仍然听的是我自己心中的阿弥陀佛 了了分明 了不起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境界 你要不然的话 诸位 我为什么这样要求大家呢 你要肯听我的话的话 我告诉你 到你临命中躺在病床上等着人家给你住念 你就感恩师父了 就是师父教我这一招 所以在临终住念的时候 我没有烦恼 你说荒腔走板的时候 你还起烦恼吗 你平时坐在念佛堂念佛 后面几个荒腔走板 你这支箱就念不下去了 那我问你 临命中的时候 再来这样几个荒腔走板的 你不一边念佛一边念到 起烦恼 结果你怎么死的 你被气死的 我从一开始 我就已经训练自己 不管你们念佛的声音多烂多难听 但是我已经能够自念自平 你们的声音影响不了我 那你说你临终的时候管不管用 现在你能念佛啊 佛号一一出口啊 临终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腹包不够的话 嘴巴想念念不出来 就不出来了 阿弥陀佛接引往生 他可没有说 临终最后一念 一定要嘴巴喊出来 才是叫临终最后一念 只要你心中有阿弥陀佛 就叫一心不乱 多多这个时候 嘴巴念不出来 那嘴巴念不出来 我心里还能念 那我这个时候 我耳朵听 脸有的念佛声音啊 那如果你平时 抹念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你躺在病床这个临终朱念的时候 你嘴巴已经念不出来 你自己已经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 又没有听抹念声音的功夫 这个时候你就乱了 你好像那个掉到海里头去 你那个救生圈脱手了 所以我教大家这样的 寻次渐进的来训练自己 从口念 从油念 到心念 到无念 念念都要自己自念自听 在灵命中的时候 不管遇到什么变化 不管遇到什么个灾难 你都还能够如如不通 这些都是训练而已 眼前 因为我这样训练到了 就要在平时的厨师带人接物 禁阶现前的时候 我能够清净心现前 我能够慈悲心做主 这就是你的定会 能够定会做主的话 你才真叫随缘消旧也 没再造信仰 这就是咱们念佛人的上香 最好的方法 让我们以佛号意义出口路而设心为界 这样的修行方法 来开显自信的界定真相 那定有没有 咱们真的来说什么定都没有 哪来的智慧啊 不过是这样的能设心 到一定的程度 让我们清净心现前复烦恼 让我们能够脱开信量 解决我们人生现实生活里头 以大信量来过日子 大信量过日子 才叫开心快乐 信量这小自私自利 爱尽尽计较 常常喜欢打自己的如意算盘 给你打得有多想 能占人家多少的便宜 你不开心 因为你得失的这个心太丑了 你不能够把一切的不顺心不顺利 当成还在想 你一直想要赢 好胜 所以你的人生苦啊 这咱们今天 这咱们今天 退一步 你能退一步 那就表示你心量脱开 这个心量 这个心量 再来面对着 每一天的这个 奇心动念 跟你每一天的 这些人事 你没有烦恼啊 没有烦恼 你的心才健康啊 心健康啊 你身体才健康啊 这个时候 你念阿弥陀佛 你才叫设心啊 你这才真正是开闲自己 虽然不叫病 虽然不叫会 但是我没有烦恼 那你说我又没有定会 但是呢 我又没有烦恼 这叫什么个境界呢 这就是净土念佛法门 一心不乱的境界 如此而已 能得一心不乱 临终也一心不乱 阿弥陀佛皆赢 这阿弥陀佛一加持 阿弥陀佛皆赢的时候 你那个自信的功德 这才真正开闲 所以向上佛 最上等的界定真相 正是这个净土念佛法门 正是这个无需浮烦恼的修行法门 不管我往生极乐世界去了也好 我以一个念佛人的身份也好 我今天处在这个六道 我心心念念 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这净土妙音 这是相关 那对西方极乐世界 成愿再来的 这不是问题 都是菩萨了 这咱们今天 如何把我们在这个法门里头 把这个指挥 把这个光 开心出来 主位 又要用回你的清净心 与慈悲心 脱开心量 心量要大呀 那 特别是咱们出家的同学 既然出家了 放下世俗 世间这一切障碍我的 我要放下 出家 出了家之后 哪怕吃尽苦头 我都要做利益众生的事业 出家 绝对不只是 聊生死而已 更要担当其如来假言 佛的这个光 这个相关 如何发扬光大 所以咱们出家的同学 你自己修净土念佛法吗 我如何把这个法弘扬开来 前几天 印尼那边 华藏福学院 那位同学告诉我 他说师父 你这一次讲的无量寿经 他们发心要做字幕 我说好 但是我说 这一次讲的无量寿经 这个会比较差 我估计大概也要三四百计 他说不怕 为什么呢 他说做了字幕 方便很多出学的人 他出学 如果不看字的话 很多佛学里头的名相 或者又是我讲经的时候 声音沉了一些 声音小了一些 淡然看罪行 不知道师父讲什么 但是看底下的文字 他就一目了然 所以他说 组织这一班人 来发心做 发心很好 但是我知道 上字幕工程好大 花得人力 财力 时间都差 但是我欢喜 但是我欢喜 愿意奉献 知道这个能利益众生 知道这个工程好大 但是愿意承担 让人家一边听经 一边看着底下的字幕 对这一部经 对师父讲的这一段经文 对师父说的这一句话 一听就明白了 这帮助多少众生 这就相关 你真正肯奉献 你真正用心 把净土法门弘扬开来 你说印尼这些同学 他们中文底子不好 所以要他们来学奖金 目前还是有一个困难的 但是他们 那么多年的听经 他们领悟了一个道理 我自己不会讲 啊 师父讲好的经 我把它弘扬开来 一听经你不看字 你不明白道理 我做字给你明白 你明白这番道理 你跟师父坐在讲台上弘扬佛法 没有差别啊 啊 所以我欢喜 这些同学们 明白了这个道理 自己处在什么身份 自己处在什么样的能力之下 关键在于 愿不愿意发心 你愿意发心的话 诸佛 菩萨 隆天 护法 善神 加持 因为你做的是柔来事业啊 你不是在帮我弘扬佛法啊 你是在帮阿弥陀佛弘扬正法 那么 相光佛今天以相光来赞叹 咱们应当这样的 一定会立 把净土法门大力的宣扬弘扬开来 咱们每一个同学 各就各位 做自己能力做到的事 我能力做到 我天天讲经说法 讲了这个经 哦 这个同学 他的能力摄影 所以他发心帮我摄影 那把今天这一堂课摄影下来了 这个同学的能力 把我讲的这些 变成文字稿 这个同学对电脑好 他把这些文字稿啊 做字幕 上在这个讲经里头 现在也已经没有光碟流通了 人家不要了 你看 发在手机里头 全世界都能流通啊 那你想一想 那你想一想 你坐六十分钟的带子 这个带子做成了 这个带子流通全世界 哪些人 跟我有缘 跟这个法有缘 他什么时候听了这一堂课 增长他的善根福的因缘 这就是他得度的机缘 那这些 这些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大家藏着他 师父你天天讲经说法 你功德无量啊 我要讲了经之后没人听 我要讲了经之后没人录制 我要讲了经之后没人做这些字幕 我要讲了经之后没人流通的话 那还不是讲给我自己听吗 那么你说今天无量法门里头 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今天净土 福法脑袋业 往生这个修行法门 那是最殊胜稀有难得之法 那么今天我自己学了 我相关 我有智慧啊 你要不是有智慧的话 那么多的修学法门 我为什么不学其他 我为什么就专专看上 这净土念佛一法呢 你就是有无上的智慧 我自己得了 得到法了 用各种方法管道 我把这法红扬开来 刚才我给大家举的这个 利用现在的科技 真正做利益众生的事业 众生要不从听经文法 不能入正节啊 为什么 因为今天外力太多了 你要不是常常听经 你要不是常常听正法的话 你随便去听 很容易就吃亏上当 所以我才一直鼓励 劝勉 特别是年轻的同学们 特别是出家的同学们 一定要认真发起你的大心 不忍众生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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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把这个法弘扬开来 这就是想上想光 一个赞叹定圆满 一个赞叹会圆满 定会圆满 对自己降服我人 你定会圆满 对弘法立身 你真正把这个法门弘扬开来 那么我们这才认识到 底下一尊佛 大燕尖佛 他的表法 我们在前面 南方世界 也有一尊大燕尖佛 但是南方世界那个大燕尖 他讲的是智慧 此地同名的大燕尖 他赞叹表现净土念佛法门 那是真正简单起 那是真正简单起 火烧烧烦烟烦恼心 一个是光明 能够让众生开悟 情况我在干 一尖把这个担子尖担起来 大表他圆满 此地的大宴尖佛跟前面的表法不一样 这里是赞叹 本经净土念佛法门 那真正是 所有一切接引众生 所有一切度众生法门里头 他最圆满的法门 我们自己修 断烦恼了 聊生事出轮回 有少数 你说一个班里头 上上根人 天才 有三五个而已 中下根性多 但是这些中下根性 不能断烦恼的 他不能从八万四千法门里头 得到这个出轮回的利益 他就得靠阿弥陀佛 信阿弥陀佛 成功往生极乐世界 换一个地方去断烦恼 我在极乐世界断烦恼 烦恼断尽 他跟四方国土的阿罗汉 没有分别 他从阿罗汉做菩萨 在极乐世界 快 所以这些阶位跟他方国土的阿罗汉 辟知佛菩萨 乃至于一真法界里头的境界 都没有差别 差别之处就是 在极乐世界是换了一个环境 缘不同 所以在极乐世界修行出身 成就出身 而净土念佛法门 如果你是上根立志的 你能断烦恼 你又愿意念阿弥陀佛 来西方极乐世界 好啊 为什么 你确定是上上平往生 那你要是中下根性 你断不了烦恼的 你又相信这个净土法门 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好 为什么 与其留在那边 六道生死轮回 不如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那么 接迎这些中下根性的 这个单子 就由阿弥陀佛一间挑起 所有这些中下根性 不能断烦恼的众生 诸佛老师 都劝他们念阿弥陀佛 只要你信愿行具足 你满阿弥陀佛的要求 支持名号 一心不乱 到你临命中的时候 感到阿弥陀佛慈悲 这些中下根性的问题 不能解决的问题 就被 因为有了一个极乐世界 有了一个这样 浮烦恼 带业往生的法门 把这些问题 统统都摆平了 解决了 诸佛也不必取烦恼 诸佛看到自己的学生 上根的 你不信阿弥陀佛 没关系 好好的修你的断烦恼法门 你挣个阿罗汉去 等你去到华藏世界的时候 文书普贤自然教你 念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 不极 看到这些中下根性 不能断烦恼的 佛可是 一而再 再而散 苦口婆心的 除了你 要真信且愿 要老实念佛以外 除在这个六道里头 你要看清楚 这世事成下 无所有必尽空 不可得 一定要看破 要舍得 要能放下 你今天遇到这净土念佛法门 只要你舍得你能看破 你肯放下 立地成佛 这其他法门能这么快吗 不能 那其他法门 你就算看破放下了 你还得次第修 你就像走那个楼梯极一样 一极一极地往上走 而净土念佛法门 不给你讲这个 你什么时候放下 你想什么时候往上 都行 现在放下 现在要往上 行 想往上 是愿力啊 该活多少年 是业力啊 当你想往上的愿力 大过于你的业力的时候 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了 那你说 什么最重要呢 能往上最重要 你这个大愿力 愿愿于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敢硬到脚啊 这个时候 这才赶得阿弥陀佛西方三圣 来戒业 想什么时候往上 你就往上 这些忠下根性 连诸佛都束手无策的学生 遇上阿弥陀佛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 大愿见佛在此地 这真赞叹 诸佛遇到净土念佛法门 开心啊 为什么 忠下根性的这些凡夫 可以聊生死 不必再受这六道之苦 我们这些忠下根性的凡夫 遇到这个法门开心啊 无量节来解决不了的这个轮回大事 就这样一下子 你只要跟看破 放得下 就大愿往上 那我们搞了无量节到今天 就因为我们舍不得看不破 放不下 所以净土法门这些殊胜利益 我们只有听的份 我们没有受用的份 但是慈离 大愿见佛今天在这 赞叹 让我们 对我今天选修的这支净土法门 我神起信心 我这个法门是梵音 我要求生的极乐世界是秀王 我修的定会 向上 向光 特别是 在世尊这样一个末法 所谓这样的 魔王当道 一个不小心我就遇到邪法 遇到魔法了 但是我今天从无量寿经 我从阿弥陀经的正法里头 我今天依直善知识 我跟着老师学 我依法不依人 我信心念念 雷迹之良 求愿往生极乐世界 虽然我一品烦恼都没有断 但是 大愿见佛不就赞叹了吗 这个法门 已经把这个度众生的担子 完全承担下来 这个净土法门 对于接淫众生 它是 所有一切法门里头 最圆满的法门 那我今天学的 不就这个法门吗 这就退了 所有条件都具足了 我们今天要的 就是在这一身 一定要法愿求往生 就从前面这 梵影秀王 相上相光大眼间 从他们 赞叹本经的圆满 给我们生起信心 然后对于其他法门 对于 其他的修音 对于一切法的毅力 后面 还有其他的佛 来赞叹 这个法门 它在这一方面 也是圆满的 今天时间到 我们暂时介绍到 大焰见佛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